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产不过来牛奶了 牛就没人为我发声了 幸亏一大早就跑去看酸奶了 果然一过境 啥也不剩 听着官方说奶牛也在家搬产牛奶 我就莫名想笑哈哈 要是牛会说话 估计都得用眼神刀果子了吧 我也不戳穿 到底是谁睡得迷迷糊糊的 还记得爬起来买酸奶呀 也是佩服我自己了 估计好多果果今天都一样 一开始看到宣传的时候就知道小夜灯好看 没想到食物比宣传的更有感觉呢 这下终于可以在家安心的等酸奶了 最最最重要还是那个有祝祺祺照片的灯 突然发现其其代言的产品 对于我来说 周边永远才是正品 我对周边的期待 往往会比产品的兴趣更大 所以以后睡觉有哄睡歌单 灯光嘛 这个小夜灯刚刚好哈哈 还一亮满满的生活 估计做梦都要笑醒了吧 听说这次的小卡也是在上次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呢 据说质感很不错 好期待到手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的 认真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 去设计周边的唇响 也真的让人很很爱了 你与我们而言 不是时时见面的人 却是时时惦记的人 继选一人以偏爱 愿尽余生之康 在爱的世界里 小边和所有果果的心也都是一样的 哥哥 你带给我们的情绪价值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